目前零双剑和两本无字天书都在我们手上 还差一步我就变成武林盟主 而你就是我的接班人 未来都是你的 关玉天得知任千行就是自己的儿子后 将任千行当做了接班人 可由于关玉天曾经抛弃了任千行母子 导致任千行憎恨自己的亲生父亲 因此关玉天有所顾忌 并没有直接与任千行相认 可关玉天不知道的是 任千行就是一个妥妥的反骨仔 他不仅私吞了千灵奇谱 还杀死九中仙夺走了第三本无字天书 意图背着关玉天独占生死期宝藏 可关玉天却对任千行掏心掏肺 没有隐瞒任何有关生死期宝藏的消息 师父 难道这个无字天书里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是鸟如神骗了我们 鸟如神不会骗人 关玉天告诉任千行 鸟如神一向是实话实说 可却公于心计城府极深 只说该说的话 不知道是否隐瞒了重要信息 任千行文言对鸟如神产生了好奇 询问关玉天对鸟如神的看法 鸟如神这个人 不能相信也不能不信 他就好像连里藏针一样 看似无害 却不得不防 关玉天的总结很是到位 越是看似无害的东西越是致命 鸟如神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正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当 关玉天的话音刚落 就收到了鸟如神前来拜访的消息 因此关玉天让任千行先行退下 独自接见了鸟如神 鸟如神这次来到至尊盟 主要是将九中仙被杀 第三本无字天书被抢的事情 告诉给关玉天 天书不见了 谁干的事 任千行 鸟如神说出是任千行抢走了天书 提醒关玉天要小心提防 可任千行是关玉天的儿子 关玉天总不能杀了他 只好出言转移起了话题 询问应该如何破解无字天书 鸟如神虽然不知道破解方法 但是他经过挂象占卜 发现关玉天不用刻意寻找 要不了多久的时间 破解的方法就会自动送上门来 划分两头 燕藏风和刘依两人 来到了骑圣建祖的故居 遇见了一个看似疯疯癫癫的扫地老人 名为伊扫翁 伊扫翁剑燕藏风打听剑祖之事 随即说出了剑祖的生平事迹 得知能够破解生死其谜题的两大宝物 无字天书和千灵棋谱都是剑祖所留 燕藏风两人感到十分的震惊 刘依更是趁热打铁询问伊扫翁 剑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伊扫翁表示当然有 可具体是什么无人可知 只有有缘人来到这里 才能找到剑祖的遗物 这就是剑祖的遗物 他是谁啊 剑祖 奇怪 怎么没有剑祖的脸呢 燕藏风见到了剑祖的遗物 就是一副剑祖的画像 更加让人不解的是 上面没有剑祖的五弯 燕藏风仔细查看画像的动作 发现这个动作很是熟悉 他拔出一旁挂着的长剑 用出了一套剑招 最后的动作与剑祖的一模一样 这是天文思想决 几首诗 风和雷电 思想相依 燕藏风根据剑祖画像的指引 找到了剑祖留下来的墓盒 打开墓盒查看 里面有着一块红色的血液 以及介绍血液用途的羊皮纸 燕藏风掠揽完羊皮纸上的内容后 拿起血液开始观察 他透过血液看向剑祖画像 竟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本来没有五官的画像 透过血液便可以看到剑祖真容 这瞬间让燕藏风反应了过来 原来血液就是破解无字天书的关键 看来这块血液是解开无字天书的关键